那邊已經種算了 為什麼出場會可以跑到那一組去做熱鬧 陳景俊就是新北市副市長他就說 小英總統不要只偏心 你也要就是關心一下其他忠貞的黨員 你怎麼看呢 我想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他的意見 但是就是說如何覺得自己是最適當的 應該跟我們新北市的這個市民 來跟他們報告 那要請走基層 然後把理念傳達給市民 看市民知不知此 但大家知道民進黨是一個來自基層的政黨 高層總統的關愛是一時的 可能有加油打氣的作用 但是最後的決定權絕對是在基層的民眾 所以我是覺得那大家就到基層去努力吧 那至於陳副市長如果想要努力的話 絕對會有機會的 我覺得他如果有機會遇到總統的話 總統也會對他加油 就是一直以來有那個希望蘇院長回歸選新北的聲音 這個你怎麼看 民進黨是一個民主政黨嘛 每一個人都有可以有他的意見 但是黨有黨的這個制度 跟我們既有這個程序 那我一直認為說 只要循著新北市徵召的程序 有選隊會開始徵召 開始的徵詢 徵詢之後來協調 協調最後民調 自然就會產生這個最適當的候選人 我對這一點很有信心 有說王爺出選民進黨還叫做進步黨嗎 他這樣批評院長 這很難回答 對啊 我覺得 爸爸在新北市呢 是因為他過去的政績 所以受到大家的懷念和喜歡 那現在當然有勸勁的聲音 不過這個這段時間以來 那蘇院長是如何的在拉拔 這個終身帶能夠站出來 讓大家看見 也為大家來服務 這個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我真的希望院長的心願 能夠變成大家有目共睹的真實願望實現 所以沒有王爺出循真實嗎 這愛怎麼講就怎麼講吧 那我想這個努力 才是看到大家最好的狀況 我想就是大家看我們做的 祝大家新年快樂 苟年新大力